黑瓶锅小学堂,今天来说说黑瓶锅如何不粘,整理了几个使用商的小诀窍,希望让大家能轻松地跟黑瓶锅培养出极佳的默契。 重点一,食材要退冰,擦干,冰冷,大量出水的食材使锅子急速降温就会导致粘锅。 重点二,确实预热锅子,用中小火预热锅子,让锅面温度均匀。 要热到什么状态呢?撒水入锅会形成水珠在锅面上快速滚动就对了,如果水只是蒸发就代表温度还不够哦。 重点三,热油,转小火后加入食用油,转动锅子让油脂均匀涂布锅面,出现油纹就可以下食材了。 重点四,耐心等待,食材一下锅不要急着移动,听油爆声,适当调整火力,滋滋作响,没有晕过热冒大烟。 观察食材边缘色泽微焦,微微翻起时,轻推食材可以滑动,就可以翻面了。 煎鱼也是一样的步骤,将鱼的水分擦干,确实热锅,煎鱼油量要稍微多一点。 等到油纹出现后放入鱼片,维持轻微油爆声,确认温度没有过高,过低。 煎到边缘色泽微焦,微微翻起,轻推鱼片可以滑动,就可以翻面了。 煎萝卜膏也是轻松不沾,无涂层铸锅是需要时间磨合适应的。 尤其是火力的控制,试试移动锅具,调整火力就能煎炒火气满满的料理哦,一起来试试吧。